我来给大家讲解关于开潜箱 开潜箱的设置 点注,首先点注桌面5秒钟 不要换开,然后就跳出一个左键 左键,跳出右键,右键然后选择新键 新键之后选择文本文档 就多了一个文本文档,现在我们 点两下进入文本文档 文本文档第一个选项是文件 然后选择打印 打印这里有一个打印机,对着打印机也是5秒钟不要换开 选择属性 如果 进入属性之后呢,然后 进入高级 高级之后呢,进入打印默认值 打印默认值知道进入纸张 纸张质量 纸张质量这里显示no cash drop,当然不行 我们要选择cash drop number one 看清楚number one 第一个选项是number one before printing 选择他 然后要点应用 然后再确定 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常规里面检查一下,常规这里 看看是不是设置好了,进入打印 不是 首选项 进入首选项 这里 进入 这里也有一个纸张和质量 进入纸张和质量 这里还显示no cash drop 所以cash drop还是要选择的 选择number one before printing 之后呢,还是要应用 就是 这里也要应用,然后再确定,就是高级这里打印默认值设置的,常规这里是首选项也设置的 这两个都设置好了,进行打印测试页 前箱就应该开了 点打印测试页 前箱就可以开了 谢谢你 到这边 我们把质量 到这里 我们可以帮制 不用看